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必须加快主流化 精品化 当前 网络文学的主体是商业化的类型小说 存量作品数量巨大 但是类型化创作也带来了同纸化 模式化的问题 不断更地写作 滋生了粗糙注水的长文 爽文 创作的手法更多依赖主观幻想 反映现实的能力不足 因此呢 我们要把提升创作质量 推出精品艺术作为中心环节 长抓不懈 努力优化 题材结构 丰富作品类型 创新创的手法 特别是 要处理好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关系 发挥网络文学的文体优势 同时 向经典作家学习 努力提高作品的精神内涵和艺术品位